能不能做一个训练吗 我看过你 来来来 嗨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NOTO敢敢问 今天我们要问的是 心灵出轨和肉体出轨 哪一个更加不能被原谅呢 我敢问你敢讲吗 就你觉得心灵出轨 还有肉体出轨 哪一个更加不能被原谅 两个都不可以原谅 心灵跟肉体都不能 两个都算是比较难 对于我来说 我比较难接受啦 就算你得到人里得到心灵 你们要一起走在一起永久 很难相处 我懂两个都不能原谅 可是死都要选一个 死都要选一个 肉体 肉体 一个是肉体不可以 我觉得肉体吧 我觉得是感情的影响 我相信男生基本上会打身体啦 心灵 心灵吧 心灵的话可能是 自己一神一鬼有时候 如果肉体的话 可能你就是那种 左肩在长的话 就那个很明显就不能咯 就有个词叫同床异梦嘛 所以我觉得这样没意义 就比起肉体出轨来说 如果你发现你的 另一半出轨 你会怎么做 发点咯应该是 想好来先 谈好来咯 做什么你要这样做啊 有什么原因啊 就 是不是我不好啊 什么什么 就是问好了 然后才做一个决定咯 通常不会原谅啦 因为吃鬼算蛮过分吧 我觉得我 我不喜欢听解释 如果我觉得是这样的话 就分手吧 如果一次还好啦 就你看如果是心灵上 还是肉体上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不可以 不肿 一次不肿百次不容啊 哈哈哈 他远赢哦 看有没有挽救哦 没有挽救的话就分手哦 所以你是会原谅他的那种 如果问题出于在我这边的话 会原谅吧 你们觉得男生女生 谁比较容易出轨 在我的朋友圈我觉得是男生啊 男女都一样啊 现在 诱惑太多 现在男女平等啊 你没有以为女生很斯文这样哦 你是女生有一些其实也是很 男的 为什么 男的都放箭 哈哈哈 我觉得是性格原因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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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哇 这个能讲 男生女生都可以 都都有机会 这样 有过类似经验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有啊 女生劈腿你 啊对啊 然后你就直接打包头 啊对 那时候你怎么办你就直接 呃有尝试想联络一趟 可是到最后没有得到对方的女赋啦 后来是觉得就算了就祝福这样就好了 我的朋友的女朋友跟别人很难 女朋友的女朋友跟别人很难 可是你自己也是没有啦 如果你看到你朋友的女朋友 背叛他 屁腿你的朋友 你会不会跟你的朋友讲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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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啊 但你就这样子给他蒙在鼓里面 全外人的事情 啊就没有啦就不适合插手啦 坏了坏了坏了 我会跟他讲好笑话 好笑啊 很严重哦这件事情 会跟他讲啦 就一定要跟他讲啦 如果有很过分的举动的话 会告诉他 如果是很平常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 这样子 逮到证据的话会哦 不然他也不会信啊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女朋友偷吃的他 他的女朋友 会啊 我的朋友呢 所以你觉得心灵出轨 还有肉体出轨 哪一个更加不能被原谅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我是Alice Bye Why you again?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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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